而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两岸的关系 是在马政府上任以来 我们才开始如此稳健的 在经济上面又多所的合作 刚才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 在野的绿营呢 其实先前长期的批判之后 今天谢长廷就直接的说 如果不检讨我们凭什么重返执政 他们直接就讲了 过去两岸政策是失败的 他用失败来形容 当然谢长廷就是代表他个人的一些说法 但这番说法 他今天这样站出来公开的说 能不能对民进党未来的两岸路线 起什么影响和作用 其实我不知道说 谢长廷这番说法 对他民进党会起什么样的作用 可是我可以知道说 民进党如果不调整他的两岸政策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 就是拓展跟大陆的关系 然后他如果没有办法拓展大陆的关系 以后在未来面临选举的时候 台湾的选民还是会质疑他们 就是说你的两岸立场是什么 你能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 这对他来说是有影响的 就是要不断的遭受民众选民的质疑 对啊就是说你的两岸政策是什么 你可以保证你有 就是你执政之后 你能维持一个稳定和平的两岸关系吗 这是民众最想知道的 对 所以也就是民进党必须要在这个部分 开始中国的路线 中国的策略到底该怎么走 要赶快加把劲 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有机会你知道吗 因为最近大陆也一直在调整 他们对民进党的政策 就是说他们认为 他们已经认识到说台湾是一个 还蛮复杂的 就是台湾的政治 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 就是他们除了跟蓝的接触 除了跟中下层接触 就是说他们也必须要去跟民进党接触 因为他也代表一部分的台湾人 如果他真的想要跟台湾 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的话 他也必须要去关注另外一个人 所以他们也对民进党 伸出感染资 所以说像谢唐廷他去北京访问 或者是邀请其他的绿色的学者 去北京访问 像最近连台联的前主席 都到北京去 就是说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也愿意跟这些人接触 跟以前的政策有所调整 先从接触开始 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 也是一个机会 多接触更加了解 那我们也看这次博鳌论坛 会不会接下来有什么样更具体的一些成就 或不一样的一些说法出来 我们就去观察 感谢丽娟到现场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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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